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Videen 今天介绍一下如何品尝葡萄酒 其实葡萄酒很简单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叫做看颜色 看颜色首先把你的酒杯聚起来 然後對著燈光去做看顏色的這個動作 那除了看葡萄酒的顏色之外呢 這個動作呢 我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葡萄酒裡面有沒有多餘的酒渣 還有一些雜質 那如果你的現場燈光不是那麼理想 有點偏黃的話呢 建議大家如果手邊有一些Neptin 或者是白急的話 可以電在下面 然後去做看顏色的這個動作 那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叫做聞香氣 其實聞香氣也很簡單 首先呢 先把你的酒杯舉起來 稍微的搖晃一下 這個動作呢 我們叫做醒酒 醒酒的目的呢 就是讓你的葡萄酒跟氧氣 充分的接觸 讓這個香氣呢 完全的施放 那這個聞香的部分呢 就是把你的鼻子 放在你的酒杯裡面 然後去做聞香這個動作 OK 這個部分就叫聞香 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要品嘗我們的葡萄酒啦 但是呢 在品嘗葡萄酒之前呢 也跟大家介紹一些小推特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日本人在吃拉麵的時候會發出一種聲音 其實我們喝葡萄酒會發出一種聲音哦 我先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做有點像是在喝葡萄酒的時候 我們在做漱口這個動作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而不是咕嚕的一口喝下去 其實呢 因為我們的舌頭分了幾個位的一區 前面呢 是感受甜味 兩側呢 我們是感受酸度跟酸味 最後面呢 我們是感受苦味跟鹹味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可以讓你的葡萄酒的這個口感 還有它的層次感 可以完成 完整的去呈現 所以呢 下次在喝葡萄酒的時候呢 建議大家可以用這個漱口的方式 去喝你的葡萄酒 讓你的葡萄酒 它可以完成了風味的展現哦